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植物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在委内瑞拉的路边有很多炸弹树 这些树并不具备什么实用性 在树的旁边经常能看见小鸟的尸体 如果你去那里旅游 导游还会告诉你远离那些树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树上的炸弹就爆炸了 听起来好像是很危险是不是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这种树 这种炸弹树的学名叫铁西瓜 是一种紫微科长绿强木树种 它生长于热带地区在春夏开花 这所以叫它炸弹树 是因为铁西瓜会结一种果实 这种果实成熟以后会突然爆开 就像炸弹一样 这些果实的直径大概有20厘米 成熟后的样子有点像西瓜 别看这种果实的体积不大 它在爆开的时候也会产生不小的威力 能炸死停落在树枝上的小鸟 铁西瓜虽然形似西瓜 但是并不能使用 因为它的外壳很坚硬 其果肉呈粘稠状还有异味 跟真正的西瓜比起来 那口感可是差远了 但是这种果实的壳能当水瓢用 当地人把尚未成熟的铁西瓜摘下来挖空 就成了水瓢或者是盛放东西的容器 听说在某些地区 人们还会利用铁西瓜爆炸的特点做祭祀活动 委内瑞拉地区的铁西瓜其实也有观赏价值 它们的果实绿绿的一个一个挂在树枝上 看起来就像是长在树上的西瓜 总能吸引游客驻足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看这种会爆炸的西瓜 那就来委内瑞拉旅游吧 不过千万不能离得太近哦 好啦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可爱蒙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评论转发以及关注哦